万万没想到的成功 首先归功于时代2004年 被大家称为周星驰最后一部无厘头的功夫上映 从这之后 港式喜剧开始走向了衰落 后来爆火的沈腾贾琳等喜剧新秀还原位出圈 很长一段时间里 喜剧的山头虽时有争斗 但始终无人加冕 2013年 万万没想到亦飞冲天 用一种意外走红的方式登上喜剧山头 我叫王大锤 每天都是从五万多平米的床上醒来 面对两百多名漂亮的女仆 然而我并没有因为富有而感到快乐 我只希望能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 不用多久 我就会升职加薪荡上总经理 出任CEO 迎去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想想还有点小鸡 我想知那天下午夕阳下的奔跑 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这些曾经火遍了整个互联网的流行京剧 哪个冲浪少年不是二叔能详呢 不光是传播够广泛 他的口碑也很出色 至今在豆瓣仍有8.3的评分 就这样 教授一小心 白客搭乘着时代快车 让万万没想到 一举成为现象级的作品 其实在拍摄手法上 他借鉴了法国的一部短剧 总而言之 但对于这样一部低成本之作 他身上恶搞的属性 足以冲淡形式上的相似 这种低成本之作带来的粗糙感 还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戏剧元素 天然带着挑战权威的讽刺 主角王大锤是龙胖演员 是被拖欠工资的打工人 电视剧演到一半突然插播广告 打着做主题游戏的旗号 结果全是套皮 荒诞与真实的拉扯 混货与恍然的碰撞 才是创作的核心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他其实有着非常现实化的故事栏本 只是用了一种出其不一的表现形式 并每个情节的错落都在观众的意料之外 但如果仔细去想 却又都在情理之中 比如低成本武侠这一集 王大锤一连打败三个敌人 竟然全是同一个演员所演 特效拉跨到只有几个大字 还没出招对方就直接躺倒 高潮部分的打斗更夸张 简笔画小人一通张牙舞爪 意料之外是剧情逻辑的落差 情理之中却是对于现实的映射 其讽刺的正是很长一段时间内 国产古装剧的通病 俗套 天平一律的剧情 还有一起玩甄嬛这一集 王大锤是个策划 接了个项目要把甄嬛传改成游戏 于是他给出了这样几个方案 把甄嬛的头像放到八成八的方格里 三个或三个以上相同头像就可以消除 华菲罚甄嬛贵 甄嬛不贵 华菲要杀了甄嬛 于是甄嬛便开始跑 华菲吐东西打甄嬛 阻止甄嬛进养性殿给皇上事情 没错 就是萧萧乐 神庙逃亡 和植物大战僵尸 在国产游戏 尤其是手有紧喷的时期 这种套皮的坑钱游戏 长时间的充斥着市场 搞了IP 喊得响亮 结果成品都是讽合怪 一起玩甄嬛 讽刺的正是这类现象 最强选秀王这一集更夸张 说是选秀 实则比惨 简直就是最强比惨王 上台的选手要么身体惨疾 要么家人去世 有没有才艺根本不重要 只要谁更惨 谁就会获得更多支持 结局也是讽刺无比 一个已经去世的选手 获得了冠军 甚至还办了签售会 还能跟千年女士报绯闻 这讽刺了当时的选秀节目 动不动就用卖惨 作为爆点来播出位 为了收视率 随意消费观众的同情心 当现实中的这些不满 被可以夸张放大 用隐士的形式表现出来 观众看到的就不单是笑料 更是在讽刺中 获得了狠狠出了一口恶气的 畅快淋漓 万万没想到 之所以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不知敢于讽刺现实 还非常会玩梗 还是最强选秀王这集 现场评委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 给你点32个赞 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 其实32是来源于 中国好声音的一个梗 当时作为导师的杨坤 为了跟其他导师抢学员 经常说 我今年有32场的 全国曲演的个人演唱 我邀请你当我的家 贵落 彼此吸引人加入自己的队伍 只是他的32场演唱会 一直停留在口头 直到中国好声音的风头 过去也没能兑现 于是32就变成了一个 自带调侃意味的说法 现在回看 万万没想到的走红 从根本上来说 反映的是在 无厘头逐渐成为 昔日辉煌的时代里 人们对于这种 特殊喜剧形式的缅怀 喜剧的形式日新月异 无厘头的辉煌 却一去不回 纯粹的无厘头喜剧 越来越难看到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